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相信還有在關注專櫃乳霜的小博士們 一定都有聽過赫蓮娜他們家的黑繃帶霜 那因為去年啊,我接觸了他們這款黑繃帶 我一用之後覺得,嗚,也太好用了吧 於是我就在我的FB上接著他們的合作 那個時候我就收到了很多網友的留言 以及私訊問我說 欸,博士,他們家還有一款白繃帶霜 那麼他們都說他們是米洛基可以用的 而且兩款都有控好功能 那麼究竟他們差在哪裡呢? 於是為了要回答小博士們的問題 兩個月前呢 唉唷,這個家竟然出現白繃帶霜了呢 所以這一集我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他們兩款在成分配方上差在哪裡 以及你會適合用哪一款 還有他們該怎麼用,什麼情況下使用 才不會導致說入手這種萬元級的乳霜卻說沒用 那就太可惜了是吧 首先我先來說一下他們的黑繃帶霜好了 它呢是我看過目前業界添加最高抗老修護濃度 Prosite Lane的一個產品 有高達30%之多 那一般在使用這種Prosite Lane的大概就是10%差不多了 所以這也是我喜歡黑繃帶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而黑繃帶霜啊 為什麼當初他們要設計成這麼強的抗老以及修護效果 因為他們主要就是設計來給那些 醫美術後的人去修護瑕疵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還蠻年輕然後肌膚又沒有什麼瑕疵的人 比如就連我自己如果是肌膚很好的狀態的時候 我自己在使用也沒有什麼太明顯的感受 比如就是覺得很保濕啊然後很舒服這樣 但是如果我膚況一旦出現大問題的時候 它絕對是我的一個大救星 好比我之前啊就是手很賤去擠完我的粉絲或留下的疤痕 又或者是啊有時候要測試一些產品 然後踩到雷整個臉大爛掉的時候 我都會把它拿出來當作急救 然後再加上這一罐雖然叫做霜 可是啊它的質地不油不悶也不黏 又很溫和的狀況下 其實超級適合我這種很敏感又是油性肌膚的人 所以這一罐黑繃帶的使用重點時機 就是在我的肌膚出現瑕疵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拿出來 而另外像是半個月前 因為我們自己的團隊有一項員工福利 就是每一年呢都會有一次大優惠醫美的療程 那我們這次呢就有一位夥伴 它真的就是打好打滿打全臉 那打完之後呢也是那整整的兩個禮拜 我都會給它用黑繃帶去做它的修補 那目前它的恢復狀況也是蠻好的 好那白繃帶又差在哪裡呢 其實就差在白繃帶它的抗老成分也還是有的 不過呢又多了一些收護肌膚泛紅敏感的一些成分 比如像維他命B5啊 積雪草萃取啊還有甜性人油這一類的 於是呢它其實更適合平常肌膚就比較不穩定 容易泛紅容易乾癢容易敏感的族群使用 長期的用下來啊這一類的成分 都會讓我們的肌膚越來越聽話 比較不容易鬧情緒 那你們也知道新竹就是最著名的風有夠大 然後呢前陣子呢上個月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大寒流 我才不過出門工作兩天我被那個冷風吹到我臉又乾又紅 尤其是我的眼皮啊整個乾癢到大發炎 你看整個前面都是紅的而且很痛 那我就是幾乎每天都是擦白繃帶霜 那我就是每天都擦這個白繃帶霜 而且會在我的眼周做一個加強 那四天左右我的臉的泛紅啊以及乾癢的問題就解決了 連帶著我的眼皮的這些紅也幾乎全部都退掉 所以以這兩罐整體的來說呢我自己會覺得一個慢性的調理呢會選擇白繃帶霜 然後呢急性的修護呢我會挑選黑繃帶 另外呢也由於從成分上面來看白繃帶的含油量是比黑繃帶來的高的 而黑繃帶霜呢幾乎是不含什麼油的 所以呢從膚質上面來看呢黑繃帶霜比較適合一般性到油性的肌膚使用 而白繃帶霜呢就比較適合一般性到不會出油的肌膚做使用 而另一點呢從訴求面來看的話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屬於那種一定要抗老為優先 然後又想要修護瑕疵的話 那我會比較推薦黑繃帶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主要是敏感的問題想要做舒緩 然後另外呢又想要抗老的話 那白繃帶我會覺得更適合你 好這邊整理一下表格給你們看 從成分以及實際使用下來的分析 我大概會這樣子的區別它們 希望這樣子能夠夠清楚的幫助你們做選擇 另外呢則是我發現很多人雖然他們可能已經有黑白繃帶霜了 但他們的用法是錯的 繃帶霜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取一些在手心上面 然後用手心的溫度把它搓開融化之後 再慢慢輕輕的按壓在你的臉部 然後啊我會再取一點點的白繃帶霜 在我的無名指上劃開之後 加強我眼周的護理 因為白繃帶霜的含油量比較高 那就很適合像我這種眼周不會出油的人 本來就是千萬不要像我們這些網紅在拍照的時候 就像擠一大坨狗在臉上的那種上法 那是我們為了拍照好看才這樣子拍的好嗎 因為如果你要像照片一樣這麼大量的抹了的話 那是一定會長痘痘的 就不能夠怪這個產品了 另外也有人會問 那這麼貴的乳霜我這樣弄在手上 其實不是大部分都在手上很浪費嗎 我覺得這樣子的商量可能就不是這麼正確了 就因為它是很貴的乳霜 所以正確的使用方法帶來正確的效果 才能夠發揮它的價值所在 好那最後呢一定會有人想說 這個乳霜這麼的貴 我真的有需要它一定要買嗎 我這邊呢就很真心 而且很中立的 平心而論 如果你的肌膚呢真的就是那種一直很不穩定 然後像公主病一樣 或者是收穫力不足的 我覺得這兩款其實 比起很多很多的專櫃武裝來講 更值得嘗試了 那相反的來說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肌膚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你又屬於比較年輕的人 那這兩款在你的臉上 可能就不會有感受到什麼太大的效果 那我也就不會那麼推薦你去購買 所以我建議你還是要好好的去評估 你自己自身肌膚的狀況 才不會買了之後明明肌膚狀況良好 然後又說怎麼搞的好像沒有用 那麼這樣子的評價 我覺得對雙方來講都是比較不公平的 再不然呢 你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乾脆兌換試用包 自己試試看 去感受一下最準確 那因為直接到櫃上是不能換的 所以呢 我會在我的資訊欄中 貼上兌換的連結 那麼你申請了之後 就可以到櫃上去兌換試用包了 好 以上的分享呢 希望你會喜歡 但不管你喜不喜歡 希望對你都是有幫助的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這部影片 給你那一些 對黑繃帶 白繃帶裝 非常有興趣 但是還搞不清楚他們掐在哪裡 朋友 我每個禮拜四的下午5.8部影片 我是達特六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那因為前幾天呢 我在看我LINE8上面的私訊啊 發現還是有蠻多的小博士在問我說 The Ordinary 他們家的產品 在我的心中評價是怎麼樣子的 其實有問題 大概陸續這三年來 我一直被問一直被問一直被問 你們在我幾乎每一部影片下面留言 都會看到 可是為什麼我一直沒有推薦 The Ordinary 的產品 其實是有